第四章 罪人录 一 罪人录 从91区回来后 所有的人都不再说话了 吃晚饭没有艺人和从前一样端着碗说些和议论别的事 他们为什么变得沉默寡言呢 正是91区的革命演出震撼了他们还需要进一步改造的内心和灵魂 正说明他们都是需要预心造就的人 尤其是学者 他同意炼钢孩子讲他一朵花 他从孩子手里接过那朵小花后 脸上的表情不是高兴 而是讥讽嘲弄的笑 用两个手指捏着那朵花 学者如手里拿了一片他不屑一顾的废纸样 而且在离开孩子走了没多远 他把手里的小花揉成一团丢在地上又用脚踩上去 他以为他的隐蔽会神鬼不知的 可我还是终于发现他这一举动了 他这一举动正说明他内心的不安和不满 从扔掉那朵小花时 直到晚饭他都低头不语 一副思索状 而低头不语沉默寡言 能说明他思想清白吗 请看下边他和一个老罪人语言学家的对话吧 真不敢让人相信啊 语言学家对今天的演出感叹道 学者哼了一下 疯了 这个国家要疯了 应该有人给上面写封信 制止这行为 学者想一会儿 我来写 你可以签名吗 老罪人是国家语言研究所的老所长 全国人用的词典字典是他主持编撰的 可这一会儿没有语言了 他望着学者征询他的目光低头不语了 这一晚上饭 学者和语言学家再没说上一句话 他们这简短的议论和对话 是在晚饭开始不久后 地点在饭堂前的左边 当时他们端晚坐在饭场外的石头上 不远处还有石宴和另外几个人 需要提醒说明的是 如果有人给上面写了什么诬陷祖国热情的告状信 也许那人就是学者和语言学家了 二 醉人路 石宴的小花原来只有十一朵 可在一夜之间后 他既美好的表现又无积极言行 却由十一成了十三朵 那多出的两朵从哪来的呢 是否是偷的或捡别人的 望上边顺藤摸瓜 查个水落石出 如果是偷的或者捡来的 就该以借处罚收回他全部的小花 并让他连续数天做检讨 敲响警钟 让所有的人在小花面前诚实和积极 用自己愿做新人的行动去争取 而不是不劳而获 欺骗上连和广众 三 醉人路 女医生在入冬前给小麦灌水那一天 大家都坐在田头休息时 她独自一人坐在田头上 从口袋取出了随身带的医疗小剪刀 剪了指甲后 又随手剪起一张旧纸 剪了一个五角星 巴掌大 并拿着那五角星左看看右看看 最后把那五星扔掉了 需要警惕的是 她会剪各种各样的小动物 剪五星又易如反掌 如果有一天 她突然拿出五个五星自由去 那么她的五星来源就最该怀疑了 有 一个医疗小剪刀 这剪刀从哪来的 她本人是医生 这剪刀不是利用植物 植变 贪污 还会有第二个来源吗 四 醉人路 我必须诚实地坦白自己 我在前面焦调的醉人路中 有两次写到音乐 有浓重的资产阶级情调 完全是资产阶级音乐家和读书人 也许我有些言过其实了 我说她有小资产阶级情感的理由 是因为她对茶花女爱不释手 并把她手里所有的书 在一次大家不在时 我借机去看了她藏在枕头里的书 多是外国音乐家的传记 如贝多芬的一生肖帮传的 她都用透明的专用书纸给包起来 我以此证明她有资产阶级思想 崇洋媚外敬重西人 思想立场严重错误 可现在我必须坦诚地向上面 检讨我自己 我对音乐的论断下早了 言论偏颇了 今天大家都去挖器炼钢炉时 我从工地回来取锤子 看女素无人 我又一次去了音乐的宿舍里 从她藏在枕头和床下的书里发现 她不光有那些文件上不让看的书 还有许多规定可以看的书 如黄河的怒吼 人可胜天等 她也都用那专用透明的包书纸 把它们包起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原来包在《茶花女》上的书皮 她又包在了一本《唯物论》上面 这说明她的思想在转变 而我对她的判断下得有些过早了 我将上面诚实地写出这一点 是不希望上面过早的 把她放入预心的重点名单中 因为她正在自信和改变 而唯一令我担忧的是 她总爱和学者待在一块 被学者的学识所迷惑 这会让她成为新人的脚步慢下来 是否会这样 我们可以在大链纲中去观察 有点赞对 先来给大家看 再来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先来